临时双台侵袭造成屏东许多乡镇淹大水 除了临边多处积水 加东乡腔圆积水仍有三四十公分 台湿气线水深及稀 居民苦不堪言 看到鱼现在都胖了 晚上都不能睡觉 差不多一个多小时就整个路面的水就积上来 之前都没有这种现象 就是从八八水灾一直过来到现在 就烦恼说会水就烤进去 就整夜都没有睡 政府其实是也做很多 不都不都改善的也不知道 看因为这一四个水来 这么水没了 要改善 政府其实也是很帮忙 也是做很多 从八八过后 临边乡几乎没有淹水 而加东乡许多地区经整之后 已明显改善状况 但针对枪圆及地窝地区一带 每逢下雨避烟 县府除了钓籍抽水机 全力让水消退 也请乡镇公所 尽早协助乡亲回复家园 我们拿兵这里是算水位 在那 差不多正头和山市 那边那边的 沾红那边的水都灌下来 在拿兵青年公园 那边的水 有了新比那边的水 全部都灌到拿兵进来 所以这里拿兵 投水站这里都继续 厨师在投 三天都投不通 现在我们特大地区也都中央 因为投 投都带不来 因为在那边的水 如果灌到这里 所以这里继续在投 现在都继续厨师在投 县府强调此次山区 平地累积降雨量不断升高 超大豪雨时雨量 更标破历史记录 因此高容量排水宣洁不及 目前正加紧 用最快时间 恢复人民生活秩序 台风的时雨量 都跨越了历史记录 将近200 甚至有180几 甚至有130几 这样的一个时雨量 我相信 所有的专家都会跌破眼镜 那当然 所以我们也在跟地方跟中央来讨论 未来如何因应这种极端化的气候 这种时降雨量 动辄破百 动辄破两百 甚至呢连续三个小时四百多 是一个定点的一个滞留 甚至呢用寝道式的 那这样的一个极端气候当中 那我们治水单位 应该彻底来检讨 从整个目前的河川断面的设计 整治甚至区域排水够不够 或是能不能应付这样一个 将来在更极端气候的一个 对于整个治水防洪的一个措施 所以这样的一个 我们也昨天 也这几天也都一直密集跟水利署 跟乡镇公司 再来做一个这个治水的一个总检讨 包括村里的一个排水沟 或是县管中央管河川 甚至呢在几个布点 低于海平面的低洼地区的 抽水站等等 这些呢是不是能在这个降雨量 能够来应付这样极端的挑战呢 这一点我们会来检讨 县长潘木案强调 针对沿海乡镇淹水问题 除了同时协调中央地方各单位 检讨未来排水抽水等系统 以及溪流的整治 未来也将与中央治水单位讨论 极端气候下墙降雨的阴影 屏东树不停于将此采访报道